据观察这网消息 当地时间6日 第九届美洲峰会在美国洛杉矶 于一片阴霾中拉开序幕 由于主办国美国拒绝古巴 维内瑞拉和尼加拉瓜领导人参会 引发拉美国家强烈不满 包括墨西哥总统洛佩斯 乌拉圭总统波乌 和宏都拉斯总统卡斯特罗 在内的多国领导人集体缺席了峰会 与此同时 据波利维亚媒体6日报道 一些美洲组织近日也举办了多场抗议活动 有参与者身着的T恤上写道 美洲人民正再次崛起 对帝国主义说不 对法西斯主义说不 对美国的干预说不 也对死亡说不 对此 波利维亚媒体引用维内瑞拉外交部长 豪尔赫阿雷亚萨的早前发言 在推文中写道 本周整个美洲大陆都将发出 反对美国霸权的声音 报道称 当地时间5日 包括黑人争取和平联盟等三个组织 在洛杉矶举办了反帝国主义的系列活动 以抗议美国拜登政府举办的美洲峰会 活动当天 黑人争取和平联盟举办了一场研讨会 主题为保卫我们的美洲 建立抵抗帝国主义的力量 其成员表示 我们知道 美国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 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抵抗斗争和长期斗争 是实现真正解放的唯一途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